这对夫妻历经了丧女之痛 几乎失去所有生活和工作的动力 但是他们想到 三岁多的女儿即使在医院 做化疗 做骨髓移植等等 一连串极为痛苦的治疗 女儿永远带着微笑 而这一抹天使的微笑 不但帮助夫妻俩走出伤痛 他们也在老房子内 做蛋糕 做手工果酱 用甜蜜纪念他们心爱的女儿 这一只微笑小熊 代替女儿Mina的形体 陪伴在夫妻俩身边 其实是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今天是Mina离开 就是满三年这样 对 就是我今天 我昨天突然想到说 怎么这么巧 因为我们本身要约礼拜四嘛 那结果就约今天 对 就是今天就是她 而且礼拜四 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想到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应该是 Mina带给我们的一些联系 确实是冥冥中的安排 我们拍摄的这一天 进了门才知道 这是Mina离开第三年的日子 跟女儿说好不哭的 所以Kenny和Semi 准备用彩虹蛋糕 纪念女儿在天堂重生 中间的国家就是 我们用这个新鲜玫瑰花 搬去熬煮的 对 就很特别 因为其实你真的应该 蛮难吃到外面的蛋糕 还是用自己熬的果酱 去做的蛋糕 因为你想一下 你要吃一模这个蛋糕之前 我那个果酱还必须 花很多时间去熬 而且熬果酱就是 非常的费工费食 然后你一开始像 Kenny他不吃蛋糕 那你不用介绍 等一下借给他吃就知道 对 但是他 竟然觉得是好吃 原本不擅长厨艺和烘焙的Semi 从女儿生病以后才开始钻研食谱 拼了命的研究 该怎么吃对孩子最好 Mina一生病 我老婆第一件事情是 翻过翻遍所有的网络 去找这些文献 这些结果 然后这些东西 甚至她在找 还不只是这些 她在找吃什么东西 对她是有帮助 不要说有帮助 至少对她不会身体有负担的 所以她找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我还蛮惊讶的 女儿Mina三岁半的时候 被诊断出罹患神经母细胞瘤 这是好发于儿童的恶性肿瘤 当时一发病 就开始长达四年 急进折磨 毫无止境的治疗 一开始先化疗 化疗之后开刀 开刀了之后做电疗 电疗之后做自体的骨髓因子 然后又吃A酸 吃一个疗程 就很辛苦啊 你要椅子就算了 你要抽自己的骨髓 跟着到最后面是 很多人会去想要撞墙的 因为她是真的很痛 我们打了马飞 贴了马飞也没用啊 因为她还是痛啊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孩子这样子 她那样子的痛 她可以去忍受之外 她还没有 就是那里大哭大闹什么没有 她只是就是默默地说 好痛喔 这样子 这些是连大人 都无法忍受的痛楚 更何况 是一个孩子啊 但是Mina的嘴角 始终仰着微笑 她在病床上手画的图也是 发现她每次画图 画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 她会画微笑 这是她画的 对 那时候她在三岁八个月 三岁八个月之后 就别画这样子 在病房里面画她自己 她照镜子自己画日期 刚头发全部第一次画疗完了 那时候头发全部都画疗 全部头发全部都没了 她就像画日期 然后这个是我留下来 最珍贵的一张画 然后她画图 我后面也是 我发现她每次画图 都会画一个微笑 然后一个鼻子跌下 因为我就发现 这个好像是她代表 她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开心面对 一切那种感觉 这个是她最后一次 跟爸爸一起画画 她就是永远都是一个笑脸啊 然后就是都是很阳光 很有能量 这抹天使的微笑 夫妻俩珍藏在心底 刺青在手背 也绣在女儿常常抱的小熊 并且印制在工艺商品上 现在闭上眼睛 我想到就是她的微笑 对 所以这个微笑 我想到她的微笑 我就会跟着笑 我女儿都这么乐观地面对了 我一定要 你每天刚才你拍照的时候 你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啊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 你会觉得完全没有动力 那是真的 我也大概有曾经有半年以上 完全没有动力 但是就是也是硬着头皮走啊 有梦想一定要去实现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 对啊 会有遇到什么事情 对 所以生命就是很无常啊 当下遇到事情 根本没有办法去正能量 你心里是完全用到那个地方 而且我们是长达四年时间 坐在那个礼罩里面 很难正能量 但是我们没有说 我们没有让负能量起来 我们就 我们互相鼓励 女儿的微笑宛如一双天使的翅膀 带着Kenny和Semi飞翔追梦 他们在南投草屯的巷弄内 寻到一栋半世纪的老宅 尽管脏旧的像废墟 但是夫妻俩总觉得 屋内深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所以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亲自翻修 赋予这栋老房子 崭新的生命 我们那时候的设定就是 我们的老房子里面 一定要有一片花庄 在做这个房子装房的时候 我们就有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环保再利用 对 那它重复使用一些旧的资源 然后把它 就是跟老房子 给予一些生命的概念一样 所以你跟他说不要买这 不要买这 他就说 吃好多就给他这个 给他那个老房子 对 有点人很放心 我说了半年就要到这样 是真的 我每个人家也没得到很熟 我每个人家都没得到很熟 每个人家都没得到那一块 现在用这样 虽然很紧张 对 虽然很紧张 原本投反对票的爸妈 现在每天都会到店里走动 种种花草 帮忙打理一些琐事 在幸福和希望围绕的空间 Semi分享为女儿特制的 天然原味餐点 从蛋糕到显派 都采用无毒栽种的原料 也不掺放人工添加物 而Kenny也在他引以为傲的 招牌拿铁 撒上微笑的侧脸 很多客人来之后 我都没哭他们先哭 这是真的 好多客人来 真的 对 加油就开始哭 那个客人就开始哭了 然后反而是我要去安慰 对 就是我们安慰客人说 不会啦 就过去了就往前走之类的 然后客人反而都好 我们家客人都很可爱 都反而就是 他就说我想到你们 就开始一直狂哭了你知道吗 他反而要安慰他们 对 里面还蛮温馨的 对 然后就吃过一次之后 就介绍很多朋友 他们都很喜欢 后来有follow到他们的脸书 本事业才知道 那个Mina的故事这样 对 所以Mina的故事让你很感动 对啊 就是正面能量 是很用心的小店 而且它处处都就是 你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了 Mina还有一个小姐姐Oliver 同样深爱她的妹妹 还有一件是姐姐化的 姐姐化的 因为她知道妹妹喜欢 想要那时候没头发嘛 想要长头发 所以她就是说 这是留头发过程中 就是短头发的妹妹 然后跟头发变长的妹妹 我们太多时间 重视在小女儿身上 Mina身上 对 我那段时间 真的还蛮忽略大女儿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她很懂事 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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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没有说 对 因为她自己放在心里 过去父母把所有的心力精力 都放在妹妹身上 Oliver没怨 家中的巨变 父母的愁容 小小的她 也坚强地承受着 如今她也和爸妈一样 带着羽翼 放手追梦 谢谢Mina天使 走过人间 拥有彼此的时间 确实太短 但是留下来的爱 太多太多 足够暖心 一辈子 用心的幸福将遗憾包住 勇往直前 Smoke 请不吝点赞 订阅